歡迎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我們這個單元老師要介紹一下複數 在正式介紹複數之前老師先給大家素系的觀念 我們在學數學後我們一直在強調數字數字 我們學過數字當中整數有小數 有沒有聽過有理數 有沒有聽過無理數 那到底什麼叫有理數什麼叫無理數 甚至什麼叫實數 老師先把這邊做一個介紹一下下 看可不可以 那我在我們高中數學當中 所有數字在講 我們要統稱叫做複數 不管是什麼數 所有數字我們要統稱叫複數 在複數底下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 實實在在存在數字 這個數字確實找得到 實實在在可以畫出來 這個數字我們在數學上把稱為 複數 這樣行不行 那它實實在在相反叫什麼 虛無標榜 不存在 那這個數字 我在數學上把叫做 複數 這樣行不行 好吧我先把名稱介紹一下 這樣可以嗎 那複數底下 又分成兩大領域 第一個領域 對吧 然後有道理的 講道理的數字我們在數學上把叫做 有理數 有道理像嗎叫什麼 沒道理嗎 那沒道理叫什麼數 無理數 這樣可不可以 OK 來 在有理數底下 我們就可以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叫整數 還有呢 有性小數 還有呢 循環小數 這些都是屬於有理數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整數底下 又分成什麼 正整數 還有什麼 負整數 還有什麼 零 聽好 零數正的 不是 零數負的 不是 零是什麼數 中 性數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聽好 零是整數沒錯 但它是非正也非負 這樣可不可以 那習慣上來講 我們在數學上 正整數 習慣上用N 這個符號做代表 整數用L 這個符號做代表 有理數用Q 這個符號做代表 時數用R 這個符號做代表 負數用什麼 C 這個符號做代表 這樣可不可以 那有同學說了 老師我們以前 學過一個數叫 自然數 對不對 好 自然數就是什麼數 正整數 好不好 自然數就是正整數 這樣可不可以 好 那基本上你看這些數是 什麼叫正整數 什麼叫負整數 什麼叫零 什麼叫整數 有限小數 循環小數 這邊都比較沒有問題 同學們會比較有問題 是從這裡開始 老師在這邊要先做個 簡短介紹就好 那什麼叫 有理數 什麼叫有理數 我們在數學上 是這樣定義 什麼叫有理數 一個數字 只要能化成 P分子Q 寫成這樣 分數形態 數字 而且這個分子 分母 為什麼數 整數 而且分不等於幾 零 換句話說 一個數字 只要能夠寫成 分數形式的數字 好不好 分子分母都是整數 好不好 不為零的情況之下 這個數字 我們在數學上 就把它稱為 有理數 怎麼說 比如說老師取例 好 你看一下整數 比如說老師取一個例 3 3可以改成 1分之3 所以整數是不是有理數 3分之1 有沒有 所以說一個數字 只要能夠寫成 分數的形態 好不好 那這些數字 都是什麼數 有理數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那 什麼叫 無理數 不循環的 無限小數 稱為無理數 你說老師 不循環 有沒有規則 沒有規則 亂七八糟 好不好 亂寫一通 叫做無理數 比如說有這種數字嗎 有 比如說 根號2 根號3 對吧 你去把它開開看 它是一個不循環的 無限小數 這樣行不行 請後 那好 不管它是有理數 還是無理數 好不好 這兩個 都是什麼數 實數 因為確實實實在在 有這些數字在 這樣你要講清楚 好 一般來講 這些數字 在過去當中 我們都才能訓練到 好不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 專門要介紹 虛數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個單元 老師要介紹 複數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介紹複數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什麼叫虛數 什麼叫虛數 就 根號裡面 會出現 符號 當根號開兩次 裡面會出現 符號 這個數字 我們在數學上 把它叫做 虛數 這樣行不行 所以老師這時候 開始來介紹 什麼叫做 虛數 首先看一下 定義 我剛才講過什麼叫虛數 根號裡面出現什麼號 符號 但是說真的 我們從小到大 訓練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不喜歡 根號裡面出現符號 看行不行 所以說我們 我們一開始要學虛數的時候 很難克服心中的障礙 因為根號不喜歡看到裡面是符號的 所以說我們要研究虛數是 乾脆我們為隱藏那個符號 我們去定義一個虛數的單位 去定義一個i 等於根號負1 這樣行不行 我們去定義 根號負1等於i 這樣行不行 老師定義它有什麼用處在 比如說 以後 但你看到根號負2的時候 好不好 根號負2可以寫 根號2 乘上根號負1 這根號負1就是 i 寫出來就是 根號2i 把這個符號給演藏起來了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這也是一樣 根號負3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根號3 乘上 根號負1 根號負1是起i 所以寫出來是根號 3i 同理 根號負4 它可以寫根號4 乘上根號負1 根號4是起2 2乘i 所以說算出來就是起i 2i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好 所以說我們去定義一個i等於起 根號負1 這樣行不行 用i 隱藏根號裡面的符號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現在定義一個i的 我們現在第二個 我要先了解一下i的性質 我剛才講過什麼叫i i等於根號幾 負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要介紹一下i 具有哪些特性 好不好 i在運算當中具有哪些特性 來你看一下 剛才講過i等於幾 根號負1 那老師想問你 i平凡呢 平凡下去是把根號給拿掉 所以i平凡變極 負1 這樣行不行 再來 i三番呢 什麼叫i三次 i三次可以寫成i乘上 i平凡 i平凡是起 負1 i乘負1變極 負i i這樣可不可以 同理 i四次 i四次可以寫成i平凡乘上 i平凡 負1乘負1乘起來是1 1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這得到1喔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好是可以知道i五次 i五次可以分解成i四次乘上 i一次 剛講過i四次起 1 1乘i 所以算算還是起 i i六次 i六次一樣 還可以寫成i四次乘上 i兩次 i四次是起 1 1乘i兩次 i兩次 i兩次又是起 負1 對吧 i七次 i七次一樣 可以寫i四次乘上 i三次 i四次起 1 1乘i三番 又是起 i三番 i三番是起 負i 寫出來了 i八次 i八次可以寫 i四次乘上 i四次 1乘又是起 1 這樣可不可以 配合 i九次 i九次可以寫 i八次乘上 i 一乘i又是起 i 行不行 i十次 他可以寫i八次乘上 i兩次 1乘i兩次就 47 i兩次 行不行 以下 一時類吹 像行不行 老師想你請問一下 你有什麼感覺 你有什麼特性 i有什麼特性 你看一下 他每四個 一個循環 有沒有看到 12345678 有沒有看到 他每四次一循環 像行不行 每個四個循環重複了 每個四個是會重複了 所以說以後問你 比如說 i的27是怎麼算 你就把27抓起來除以幾 4 等於6424與幾 3 對吧 所以他循環 因為 i是4是一循環嘛 所以說把27除以4得到6 這叫循環幾變 6變 循環6變時剩下幾 3 所以說以後就直接寫成i 三番四下好了 i三番四級 負i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後 同理 老實問你 i的98次也是一樣 把98除以幾 4 得到24 循環24次 對不對 最後剩幾 2 所以說剩下 i兩次 i兩次次 負1 就出來了 同理 i48 把48除以4 循環12次於幾 0 對吧 i零次 也就是幾 1 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i第一個特性 它有什麼性質 它4次一循環 行不行 麻煩你一件事情 i平方等於負1 i三番等於負1 i4等於1 這叫背熟 可不可以 可以後 再 第二個特性 來 老師無聊一點 我把1 加i 加i平方 加i三番 把這4個加加看 其中1沒問題 i沒問題 i平方四起 負1 i三番四起 負i 對吧 剛剛這邊介紹 有沒有看到 行不行 i平方負1 i三番負i 這時候把相加值 1-1消掉 i-is消掉 消掉之後剩幾 0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後 來 老師再舉例 隨便舉例 比如說 i的35加 36加 i的37加上 i的38 我連續四個隨便想起 怎麼辦 一樣 把三數除以4 得到多少 8是30的餘給 3 所以說他可以寫 i三番 把36除以4 得到9餘給 0 i0 4 4 7 1 37除以4 94 36餘給 1 38除以4 9是39餘給 2 剛剛講過 i三番四起 負i i平方四起 負1 這時候 又在消掉了 消掉之後又剩幾 0 所以i第二個特性 它連4個相加加 加起來一定事情 0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後 所以說老師 這邊第一個給大家 數息的觀念 我們今天要介紹 負數 所以介紹負數 先認識一個符號叫做 i 行不行 先認識一下 我們虛數單位 i i等於幾 負1 那i在運算當中 只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 它4次1循環 行不行 麻煩背起來 i平方 負1 i三番 負i i4次1 麻煩背起來 第二個特性 它只要連續四個相加 一定會4次1 0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麻煩到這邊 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 OK